橋青 一群副太太 有一個很密實的方法 可以找到 這個形照立望 於是他們每天很自然地 他們的背景和他們的心態 就在這個情況下自己發揮出來 每個人都是第一次來玩的 有人很喜歡的 講一下地名 我今晚都變成粉色 我就記得 有害人叫JoJo 又今晚又帶你遊花園 這次是頗特別的 不是頗特別 是很特別的 因為之前不演這麼多電影 都是做一個角色 但這次我覺得對於我自己 來過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要演兩個角色 所以在拍戲之前 其實預備期 這次是花了多久的時間 去準備一個心情 我老婆就不加厲了 男朋友陳偉廷 真是想起很開心 做人老公 但又是一個有一個男朋友的男人 我覺得潘原來很大膽 去嘗試這樣寫這個關係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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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能師 衝能師 角色本身來說 她是一個 自己雖然有 症無能的問題 但她也很痛苦 原因是 她太太也很痛苦 那我求求你 這當然是救命的 這次我的角色叫一超 其實就是何太 即是嘉麗姐的司機 亦是非常非常愛何太的一個人 這十幾年來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女人 我一個追恨的男人 證明我是女人 你明白嗎 我覺得個看點 是幾個女人之間的 相互的關係和衝突 如果男生去看的時候 是對女人的了解會深很多 那我也覺得 挺特別 出軌的女人 將會是一部挺震撼性的電影 看性感的女人 看感性的女人 看出軌的女人 出軌的女人 出軌的女人 你一定要看男人 更加要看 記住 馬上飛進場看 放鬆 誰願放鬆 來換催你的心痛 心中冰凍 未能移動 我空虛 我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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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我寂寞 那個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